Hello 我是勒勒勒 今次詳細講一下這個進化Skill的講解 官方就會在這個Version的19.6.1版本的update中加上新的要素 進化Skill 我們先看一看官方怎麼講這個進化Skill 官方就說進化Skill是某些monster才有的 描述方面是會由這個Skill變成進化Skill表示的 而長按Skill欄的話,長按按鍵 就可以看回進化Skill的詳情 就像他這個試圖一樣 長按Skill欄,他的三個進化Skill都可以顯示 進化Skill的用法是怎樣呢?實際上 在戰鬥裡面,我們先開技 開完技之後 他這個Icon就會有個Skill進化的特效 說特效好像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這個特效,我想香港隨便一個設計都可以搞定 完全是沒有特效可言的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Icon是沒有變的 但技能就開了 OK,就是這個進化Skill 感覺上跟變身的分別是不算太大 但不同的就是,進化Skill是有兩種的 第一種是這個最終階段開完之後 會變回一段階木 即是這個U-turn的符號 即是一段二段最終,一段二段最終 第二種是不會loop的 即是好像手寵、行穿這些新技是不會loop的 而下面是這個 即是他的 即是詳細顯示 這一段就沒有關係 即是方便你看 好啦 那就看完這個進化Skill的形容之後 我想這裡都不難明白 但我想各位最在意的就是 這個進化Skill的重 是可不可以計成的 對了,上一次我們先看PNDIE的講法 PNDIE就講過了 他是這樣講的 這個新的要素進化Skill是會在近日實施的update裡面實裝 而這個進化Skill 即是有這個進化Skill的對象的重 的角色 是這個Assist設定是Dekima Sen 即是不可以設定 OK 我上一段影片就講過這個意思是 即是不可以計成爺的意思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之前的咒回擊東堂葵的形容是不同的 當時PNDIE是這麼說的 他說一級咒術師東堂葵 是這個Assist Monster設定Dekima Sen 即是不可以被設定為這個 繼承重 OK,即是這一隻是不可以被繼承 是異名的 簡單異名的 而今次的進化Skill是沒有這個描述的 所以我當下就認為是 即是跟東堂不同 是不可以繼承任何東西 所以整個feel是 很 是很sad的 很傷的 對於一些有進化Skill的重來講 而看回 那些格仔comment都是 都是兩半兩半 那有些comment是認為是不可以繼承任何東西 即是不可以繼承武裝 那有些comment又說可以繼承東西的 那是一半一半的 所以我都是 是超過頭痛的 是不知怎樣的 但是今天呢 我終於有一個結論了 那在講結論之前呢 我們先上一上日文堂 OK 那我是被這個字陰到的 這一個字 一粒字 這個 評價了 這個和 那它說這個 Assist Sette wo 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那我是被這個和字陰到的 那其實這一句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 照字面也是不可以成為 Assist 設定 OK 這個意思 再簡單的說就是 不可以被設定 其實這個意思是跟東唐葵一樣的意思 東唐葵是不可以設定為Assist Monster 其實這一句是同一樣意思的 是不可以成為Assist 設定 結論就是 有進化Skill的角色 是可以繼承武裝的 對 沒錯大團結局 當時我是真的看錯 算是被陰到的 那假如這個是Ni的話 即是有個Ni字的話 Assist 設定 Ni 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的話 那就是不可以設定 這個Assist 即是不可以繼承武裝 但這個是和字就不同了 和是不可以被設定為武裝 那整件事是很make sense的 對啦 跟東唐一樣 是不可以被設定為武裝 是make sense很多的 那所以各位就放心啦 那這一類的 角色是可以繼承武器的 即是都是op的 厲害的 即是剛剛公佈的 魔球王子的角色 是完全是沒問題的 是可以繼承武裝的 哇那算是搞定這個 即是繼承這個問題啦 那是真的比較止陰道 我真的不好意思 那上一條影片是說了 是不可以繼承武裝啦 但其實是可以的 OK 可以的 那我想假如真的不給的話呢 那繼承武裝的技能是少啊 武裝的覺醒時代 即是防風條啊 雲耐性啊 耐性的那些 即是gp那些呢 假如不給繼承武裝呢 真的很傷的 應該可以說 這一類的 最快skill的角色是很難用的 所以我想pnd 應該不會這樣搞這些新的 那結論而言呢 那是沒問題的 是可以繼承的 那整件事算是開心了啦 解決了啦 解決了 未解決 那就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 Version 19.6.1版本的update啦 到時的新系統呢 這個進化skill呢 是會實裝的 那的話呢 我對網球王子的評價呢 即是會再一度的提升啦 因為我開始是以為不能繼承武裝的 那整件事又不同說法啦 好啦 那今次就是這個skill 進化的全講解啦 希望可以幫大家 認清解清這個skill進化的問題 繼承問題也好 以及這個 用法的問題也好 好啦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先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 希望不給我按LIKE和訂閱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